曾嘲讽华晨宇的六位明星,各个言辞犀利不留情面,泡轰华晨宇的六位明星,各个言辞犀利毫不留情,有人暗讽他人红歌不红,有人怒斥他只会乱叫,下面一起来看看这六位明星都是谁吧? 第八位金星,金星不仅以其武技文明,还以其直言不讳的性格在娱乐圈引发轰动,他可谓是个毫不留情的吐槽女王,不分大小明星,谁到了他那里都得准备被点名批评。 最近,直播带货行业风投正近,明星们纷纷加入这一赚钱的大军,金星也毫不犹豫地参与其中,曾经有一个粉丝在他的直播间问起一个热门话题,华晨宇是否有机会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金星毫不留情地表示华晨宇没什么好歌他言辞锋利,毫不客气地评价着华晨宇的音乐作品,看华晨宇的人,对他的音乐似乎并不满意,他丝毫不留情地抨击着这位实力唱将,让粉丝们感到一阵寒意。 金星并不认为华晨宇有机会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他坚信央视春晚代表主流审美,不会容忍像华晨宇这样喜欢夸张中道的明星出现在舞台上。 他的言辞中透露出对华晨宇音乐事业前途的悲观看法,似乎是在直接否定他能够在音乐领域再上一个台阶的可能性。 这,华晨宇的粉丝对此却不甘示弱,愤怒地涌入评论区,痛斥惊心的言论,他们似乎不管得到了什么答案,都要发泄他们的不满,形成了一幕让人忍俊不禁的讽刺场景。 王杰,第七位王杰,在华语乐坛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歌手的名字备受瞩目,那就是王杰,他的歌声深情而富有感染力,海峡两岸的听众都被他的音乐所打动,但是,因为一次不幸的事故,他的嗓子受到了损伤,被迫离开了华语乐坛,但是,他的音乐和影响力,至今仍然在人们的记忆中流传。 王杰的巅峰时刻可以追溯到1987年,当时他发布了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在发布后立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销售额达到了30万,使王杰一夜成名,这也成功奠定了王杰在华语乐坛的地位。 近期在央视的一次采访中,主持人问到了王杰对华语的歌曲有何看法,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他不知道华语是谁,这个回答,引发了华语粉丝的疯狂攻击,他们认为王杰应该多关注娱乐圈的新闻和消息,否则就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别见,他已经多年没有在华语乐坛发展了,不关注娱乐圈的新闻和消息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趣的是,后来王杰在一档选秀节目上邂逅了华诚语,并对这位年轻歌手的演唱技巧给予了负面评价,他认为华诚语唱歌时缺乏感情,诠释技巧,这种评价其实是相当中肯的,显示出他没有被资本所左右,值得称赞。 第六位李旦,在李旦主持的吐槽大会上,曾经涉及到了华语乐坛的一场精彩对决,李旦和华诚语之间的交锋,这一幕成为了舞台上的一大亮点,让众多网友纷纷议论纷纷。 当李旦邀请华诚语上台录制吐槽大会时,他用一番话语点评了华诚语的吐槽技巧,他认为华诚语在吐槽毛不易时显得略显苍白和乏力,李旦的理由是毛不易有许多原创音乐作品获得成功,而华诚语貌似欠缺这方面的代表作而华诚语貌似欠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然后,李旦不留情面地质问华诚语,他问华诚语在华语乐坛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是否真的有能够代表自己的音乐作品,这个问题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深刻的思考,华诚语面对李旦的质疑显得有些无所适从,也毫无还击之力,是他默认了这番吐槽,还是认为李旦的言论毫无杀伤力,这个谜底令人费解。 这啊,这一幕引发了更多的讨论和争议,有人认为华诚语已经过于自大,自信到了认为自己是华语乐坛的不朽神话,这种自信甚至超越了华语乐坛的传奇歌手张学友,李旦的言论无疑给华诚语上了一课,也让人们重新审视了这位华语乐坛永远的神。 第五位吴百,吴百的演唱会真是惊艳无比,尽管他已经不怎么活跃在内地娱乐圈,但他的演唱会依然坐无虚席。 在演唱会上,吴百感慨万分,他不禁发问,这些年来,自己的歌迷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吴百不禁抱怨,有些歌手的实力可能并不出众,甚至连一首原创歌曲都没有,但他们却依然红得发紫,甚至不时露脸湖南卫视的节目中,他直言不惠地点出了湖南卫视, 但是,让人想起了华晨宇的名字。 华晨宇近年来一直和湖南卫视紧密合作,从他的出道开始,就在湖南卫视的舞台上展露头角,随后更是频繁参与该电视台的各种综艺节目。 这啊,华晨宇的音乐风格相当独特,充满了怪诞的元素,他的表演经常令观众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的鬼吼和鬼叫频频出现。 吴百对这种音乐风格和表演方式产生了深深的困惑,这番话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吴百的疑惑也引起了众多观众的共鸣。 华晨宇的展露头角似乎有些超出常规,令人难以理解,吴百的发问或许代表了许多音乐爱好者的疑惑, 他们也在思考,为什么有些音乐风格如此不拘一格,却能在当今的华语乐坛大放一彩。 第四位朴树,朴树除了嗓音,他还有一项无法忽视的超凡本领,那就是创作歌曲,他的作品多半都是亲手编织的音乐神话。 朴树的创作才情堪称华语乐坛的巅峰,一首首原创歌曲涌出他的心灵深处,让人陶醉其中,不仅如此, 这些珍贵的音乐宝石也成了其他歌手争相模仿的对象,他的代表作《平凡之路》更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一,无数歌手争相翻唱。 然而华晨宇改编翻唱朴树的代表作,引起了朴树的不满,他并不喜欢自己的音乐被他人如此随意改变, 他对这种行为发出的信号,虽然含蓄,但却刀刀剑血,他实际在告诉华晨宇,请别蹭我的成功,自己也要有创造力。 华晨宇是娱乐圈那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火热程度堪比火山喷发,这啊,在音乐创作方面, 他似乎一直未能亮出自己的招牌作品,他的代表作,竟然是改编和翻唱他人的歌曲, 简直有点荒谬,这让人忍不住感叹,他的音乐才华何在? 朴树的怒对并非无地方时,而是对音乐尊严的捍卫,他希望华晨宇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圈的过客, 而是能够磨砺自己的创作技巧,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传世之作,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赢得音乐界的尊重。 第三位刘信达,虽然刘信达是网络世界的火爆喷火龙,对待明星们宛如狂风暴雨,似乎无所不攻击, 这啊,就像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一样,即便在暴风雨中也能找到彩虹。 华晨宇在社交网络上晒出一组照片,展示自己与好友深夜狂欢的场景,随文佩议一句有朋友真好, 这番动态引发了轩然大波,因为华晨宇的朋友也纷纷转发,佩议一句有钱的朋友真好。 这一情节传遍网络,吸引了刘信达的目光,他迅速展开了他的攻击模式,刘信达坚决认为, 华晨宇的行为不仅损害了青少年的正确成长,还可能让他们误以为深夜狂欢是一种酷炫的生活方式, 别是,他言辞激烈地批评华晨宇,认为偶像明星应当以身作则,对待每一则动态都要审慎考虑,毕竟他们的行为影响深远。 刘信达的言辞虽然有些过激,但他的观点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在这个时代,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塑造年轻一代的主要渠道,偶像们无疑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 成年人或许可以在熬夜狂欢中尽情放松,但没有必要在公众场合炫耀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可能误导他人,给他们传递错误的价值观。 第二位江鹏,江鹏和朴树一样,对华晨宇的一次音乐创作感到深深的不满, 这不是别的,正是因为华晨宇改变了江鹏的兄弟想你了。 编版,这首歌曲是一股男人的狂热之风,深情表达了兄弟情谊的思念, 可当华晨宇将其重新演绎,歌曲风格却焕然一新,与原曲毫不相干, 这种剧便让江鹏愤怒不已。 当有网友向江鹏请教华晨宇的改编时,他的回答让人不寒而栗, 江鹏要求华晨宇不再染指自己的作品,恳请他不要再毁坏原曲的风格, 正义呼吁如同雷霆之怒,昭示着他的不满之情。 这番言辞的炮轰让华晨宇的歌迷们怒火中烧, 别见,华晨宇的改编版本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流量, 难道不应该感激吗? 这啊,江鹏的态度却像历刃般锋利,无情地刺向了华晨宇。 更恋人震惊的是,江鹏不仅是一名杰出的歌手, 还是一家唱片公司的老板, 这使他在音乐产业的地位更为稳固, 这也让他对抗资本背景的华晨宇更加毫不畏惧。 不管华晨宇的粉丝如何抨击,江鹏对他的批评始终不减, 他像是维护着自己音乐世界的秩序, 捍卫着创作者对作品的尊重, 绝不容忍其被随意改变。 第一位丁泰生多次公开炮轰华晨宇, 看完华晨宇在生生不息上的舞台表现后, 丁泰生直言华晨宇唱歌不幸,高音也很差劲。 得知华晨宇自称华语乐坛永远的神后, 丁泰生更是发布视频列出华晨宇的多宗罪, 每一条都有理有据。 丁泰生是一位备受瞩目的乐评人, 以直言不讳和富有洞察力的评论而著名, 他多次对华晨宇的音乐和表演提出独特的观点。 在最近的一次事件中, 丁泰生对华晨宇宣称自己是华语乐坛的神仪式表示质疑和批评。 丁泰生强调每个音乐人都有权利去探索和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和形式, 但是在华晨宇的表演中, 他看到的却是一种对西方歌手风格的模仿。 丁泰生表示, 尽管华晨宇的音乐才华得到公众的认可, 但在他的音乐创作中过于依赖翻唱他人歌曲来支撑演唱会, 这种做法在丁泰生看来显然是有问题的。 他指出, 这种模仿西方的表演风格并非创新和原创的表现, 反而可能会阻碍华语乐坛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提供